車仔麵可以令到每位真的有需要的客人 盡快可以吃到麵食吃飽就可以繼續開工 在香港1960年代已經開始有車仔麵 為何有車仔麵呢? 在以前年代香港人的經濟環境不太好 很多人想想做生意的方式 街頭的小食、魚蛋、燒賣、其他小食 包括車仔麵都是一般香港的地道小食 那時候為了生活就是小販 當年亦都很受香港市民歡迎 因為價錢便宜、經濟、尤其是車仔麵 亦都是香港人很奔波勞碌 為了上班、要趕時間所以要吃得很快 最基本是車仔麵、油麵、米粉、河粉 都是一定有的 基本是車仔麵 但是如果加了很多新元素 變成車仔麵的麵類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了 煮一碗車仔麵的步驟 其實你可以說是很繁複 也可以說是很簡單 煮了麵出來 接著就是煮一些菜 譬如客人要豬皮、豬大腸、牛腩 每樣菜都煮上麵 那些菜都煮齊了 那就要煮湯 煮湯上去 那碗車仔麵最重要是 需要不需要醬汁 尤其是辣汁 其他配菜、配料 都是很重要的 車仔麵 當那碗麵出來了 其實要送是可以 任你叫什麼菜 其實車仔麵通常都是有些 豬腸、豬紅、蘿蔔、大腸、牛腩、 瑞士雞翼、 那些丸類牛丸、魚蛋、 還有豬手 其實都是很多配菜 任由你選擇 以前街頭的車仔麵 基本上是千篇一律 都是那種一種的調味 因為為什麼 以前是沒有廚房去研製 即是炮製那些菜 只是很簡單 可能是配些豉油汁 已經是出來了的菜 但是今天已經有廚房 可以慢慢的研製每一款菜 所以現在每一款菜 是不會有同一種味道的 所以現在的車仔麵 比以前是好很多 可以是給很多 你可以覺得那樣食物是好的 你可以放進車仔麵裡 例如現在我們有花膠 其實以前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花膠都是屬於貴價的食物 都可以放進車仔麵裡 所以車仔麵 其實是老少咸而 都可以吃到的麵 在2018年開始 很多不同的國籍客人 來到我們店舖 去認識這個車仔麵 而近這幾年 就算疫情之後 都很多不同的國籍人士 日本、韓國、甚至外國人 都是想來我們店舖 去了解一下車仔麵的麵食 我也很開心 希望能夠繼續下去 希望更多外國人 世界各地的旅客 可以來到香港 認識我們香港的文化美食 車仔麵 有一點 有一點 還要讓我們 也有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